How do you come to school? 這個問題也是問你究竟是怎樣上學的呢? 這個問題是第五課圍繞著的問題來的 How do you come to school?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怎樣回答呢? 如果你是走路上學的話 你可以說 I come to school on foot I come to school on foot on foot就是我們腳 on foot就是我們走路去某一個地方 留意我們會用on這個Proposition on foot 如果你是搭私家車上學的話 可以怎樣說呢? 可以說 I come to school by car 留意我們會用by這個Proposition 而不是用on 如果你是搭巴士上學的話 可以怎樣說呢? 你可以說 I come to school by bus I come to school by bus 我們也是會用by這個Proposition 而不是用on 留意一下 除了我們走路去某個地方 我們會說on foot 我們會用on這個Proposition之外 其他的交通工具 我們也是會用by這個Proposition by bus by car by train by minibus 對 好 今天回少少練習 考考考同學 究竟記不記得 How does Sally come to school? Sally是怎樣回學的呢? 問這條問題的時候 同學要留意 Sally是he she is it 所以我們會用dust 而不是用do 好 我們先看看圖畫 好 我給少少時間 給同學想一下 究竟這條問題可以怎樣回答 she comes to school by car 好了 他就是搭私家車回學的 我答問題的時候要留意 因為 看不見到 有he she 和it的she 所以我的動詞 後面也要加x 對 she comes to school by car 好了 那這條問題又在問什麼呢? How does Peter go to Macao? Macao即是哪一島呢? Macao即是澳門 那Peter是怎樣去澳門的呢? 我們先看看圖畫 原來Peter是搭船去澳門的 那英文可以怎樣說呢? 我給少少時間給同學想想 Peter是男生 我們可以用he 來開始回答這個問題 he goes to Macao by ferry by ferry 那就是搭船的意思 那我們會用by這個 preposition 那也是要留意 he she 或者是eat 後面動詞 要加s 或者es 那for go 那我們就要加es he goes to Macao by ferry 那到你了 好了 那看到這幅圖畫 就知道是西九龍中心 那英文呢 就即是Dragon Center Dragon Center 對了 那究竟你是怎樣去這個地方的呢? How do you go to Dragon Center?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的話呢 那可以問一下家人 問一下爸爸或者媽媽 究竟可以怎樣去到這個地方呢? 那你可以怎樣回答呢? 你可以說 I go to Dragon Center 那你就自己動一下腦筋想一下吧 好嗎? 好嗎? 好